方家的人里边 最应该来照顾我哥的 就是他咯 你也不想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才能伺候在床边 是吧 对不起啊 我去买杯咖啡 怎么 怕被拆穿 想躲啊 方晴 到底怎么回事 能不能比二丸子 你们难道不觉得 这个同志员 突然就到了咱们方家 特别奇怪吗 哎 你真是一点分析能力都没有 我告诉你吧 他呀 是爸爸买来给天婿 当老婆的 胡说 这可是我亲耳听见的呀 你不说呀 我还不生气 要不是因为他 天婿根本不会退学 要不是因为 你把他招到家里来 天婿也不会 火急火燎的往回赶 就更不会出车祸了 你让他去照顾天婿 这件事啊 我还真不放心 你要相信我对人的判断 同志员 对天婿来说 绝对是最适当的人选 你只要耐心地观察下去 早晚你都会认同我的看法 你让我怎么认同你的看法 天婿对他可是真心的 他对天婿呢 当初他可以那么绝情地拒绝天婿 因为五百万 他又可以接受嫁给天婿 这里面哪有一点点的真心啊 根本就是目的不纯嘛 反正啊 我不会同意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人 能够强迫我梁子齐 接受他 荒唐 你站住 你干什么 告诉我 你跟天婿怎么回去 是不是像方晴说的你啊 你是我爸花钱买卖 给天婿做老婆的 回答我 多少钱呢 五百万 五百万 你同志员就去五百万吗 是 你满意了吗 你不就是想问我为什么到方家吗 就是为了五百万 我才来泰国的 五百万算 我给你 我买你 说清楚不能到 我跟你父亲做了个交易 他帮我补起五百万的亏限款 我就嫁给方天婿 是我爸爸提出的要求吗 我有选择吗 我恨我自己 如果我早点答应 我妈妈就不会死了 你干什么 走 我带你去找我爸说清楚 我不去 同志员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这是我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有清楚吗 我不知道 你别逼我 那好 同志员我告诉你 你是我的 谁都没想把你抢走 阿喜 少爷 我爸爸合成了吗 回来了呀 在书房里 天生 天生 你要干嘛 我有事要跟他 你着急什么 平时也没见你这样 跟你不关 我偏要管 你给我管 干什么 滚 哥 你以为你瞒得很好 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你找人跟踪我 我跟的是同志员 谁知道派的都是你跟他在一起的照片 你既然知道他的身份 你干嘛还要碰这个女人 她是为了救她爸爸 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她找爸爸拿的钱 我来回 事情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吗 事情本来就是简单的 是人把它想的复杂 我们方家做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天秋 爸爸费了这么大的劲 才把她弄进家门 为的是天婿 她现在残了躺在床上 你觉得爸爸会同意把天婿心爱的女人给你吗 大不了我带她一起走 你太任性了 为了儿女情长 你把我们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吗 为什么你们可以任性 我就不可以 是 是哥对不起你 都是我的错 你就当给我一个机会 给妈妈一个机会 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我想做的事 没人拦得住 你有多久没去看天职了 过来 天秋 你想干什么 你说 你说忘了她为什么躺在这里了吗 妈这几天受的委屈你还记得吗 妈为我们受的委屈还不够吗 我现在已经在爸那里失去信任了 现在只有你才可以在房市国际拿到位置 梁子柒怎么登堂入室的 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爱情这个东西 让开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道理 就是弱肉强之治长生存 如果你失败了 我们再放假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你忘了我们当初就约定了吗 你忘了我们当初就约定了吗 你仔细想想 为了一个才靠认识几天的女人 知道吗 你自己跟天职说 跟他说 我说 我 rapidement去了 这个编詞 怎么还 mechanism 魚人 习狗 蝶子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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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大家就是活在一个屋檐下 都是一家人 不行 这个家中 只有一个方太太 那就是我妈 别的女人都不能住进来 放肆 谁教你这么说话的 如果想要让人尊重 就得做事体面 孽子 你给我滚出去 天秋 不要这么跟爸爸说话 妈 这个家 我不要再待了 儿子以后再好好孝顺您 天秋